氧气是地球上生命得以存在和繁衍的关键元素之一 作为呼吸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氧气对我们的生存至关重要 它在我们的身体中发挥着许多关键的功能 包括细胞呼吸、能量生产和新陈代谢调节等 本文将深入探讨氧气的来源 作用机制以及对人类和地球的重要性 第一部分,氧气的来源我们将讨论氧气的起源 包括地球大气中的氧气生成机制 植物光合作用以及海洋中的生物作用 这将帮助我们理解氧气在地球上的分汉供应 第二部分,细胞呼吸与氧气 我们将探讨氧气在细胞呼吸过程中的关键作用 这包括氧气在细胞中的运输 细胞呼吸过程中的能量转换 以及对细胞功能的影响 第三部分,氧气的生物学效应 我们将讨论氧气对身体的生物学效应 包括对呼吸系统的影响 氧和血红蛋白的作用和免疫系统的调节等 这将帮助我们了解氧气对我们的身体功能和健康的重要性 第四部分,氧气与能量代谢 我们将探讨氧气在能量代谢过程中的关键作用 包括细胞能量生产 有氧运动和体力活动等 这将帮助我们理解氧气对身体活动和体能表现的重要性 第五部分,氧气的地球影响 我们将讨论氧气对地球生态系统的影响 包括对生物多样性 气候调节和大气化学等方面的影响 这将帮助我们了解氧气对地球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第六部分,氧气与环境挑战 我们将讨论氧气在现代环境中面临的挑战 包括空气污染、气候变化和森林砍发等 同时,我们还将探讨保护氧气资源和减少对氧气的负面影响的方法 结论,氧气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 它对我们的生存和健康至关重要 通过深入研究氧气的来源 作用机制和对人类和地球的重要性 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和珍惜氧气的价值 未来的研究和行动将继续强调保护氧气资源和维护生态平衡的重要性 以确保氧气的持续供应和地球的可持续发展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